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中美關係差,五月已經窮,六月恐近絕 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後,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跌了171點,收報22961點 成交有1889億 成交這麼大,最主要原因是因為MNCI換馬 所以U盤的時候,突然間成交飆升 所以今天單憑你成交,看市場就不是很公道 不過這樣,今天無論如何都是跌市的 雖然你不當成交急升得那麼重要 都是一個偏遠的走勢 五月已經窮了,落實了 今天是五月最後一個交易日 整個五月以來恆指跌了1682點 一千六百八十二點 所以說五月不窮那些,就看看事實 五月就跌了那麼多 這個跌幅,你說很大 當然不是很大 因為之前我們三月的時候 疫症期間那些大跌也都見過 不過這樣,就是五月之所以 可以說相對在這個政治形勢底下 但是跌幅也算少 因為近日,有些筆水流入來頂住市場 為什麼呢? 今天,如果你看國企指數 今天國企指數有一點點升 好了,看看恆新指數 恆指,短期來看 這個下跌裂口,就是國安法的下跌裂口 要重上這個下跌裂口之上 昨天都說到,就是要升上237、238之上 起碼,你去裂口底部之上 不要說兩萬四 你起碼這個裂口底,企穩之上 才擺脫到這個向淡的形勢 否則的話,仍然有機會 一浪低,一浪十級以下 今天,其實最主要市場 最關心的就是 昨晚突然間,美國市的時段 都是美國的美市 大概三點鐘 突然間,傳出來 美國總統特朗普會在星期五 即今晚,在舉行記者會 講有關中國的問題 沒有講詳情是怎樣的 這個消息一出,導致由升轉跌 由高位跌回頭,就跌成高低位計 超過300點 市場都擔心 今天其實港股都低開 你看恒指,昨天開市的時候 開報22781 不過一開就最低位 因為剛才說過,其實這兩天都見到 應該是有些內地的資金 撐住、撐住 接著就出現一邊掃上去 一見楊竹 不過大家要明白 這些政治史底下 如果有些資金流入圍頂住 它都是選擇性的 所以就看你怎樣去判斷 或者你持有的什麼股 我自己認為 如果你這些時候 無謂太過薄 如果你是信心不大的話 現在不如官望為常 不一定要做淡 不過官望為常 等風潮過去再算 如果是信心強一點 你當然可能就是順著勢買一些股份 不過我建議都是避開一些 非指數成分股 避開它 就玩一些非指數成分股 有資金流入去看好的 就比較好一點 整體而言 我還是偏淡一點 因為在政治角力下 我都怕是央及港股 中美國力央及港股 剛才說過 五穷月之後 我怕六月份會更加絕 現在怕特朗普會出招 回應這個國安法的問題 路口社就說 特朗普可以採取各項的懲罰措施 包括徵收關稅 限制簽證 和其他經濟上的處分 其實你講到會有強力的回應 當然這個強力回應可能要分階段 除了美國之外 其實發生社都報道 英美兩國要求聯合國安理會 在今日舉行非正式的會議 討論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安法的問題 英國、美國、澳洲和加拿大也發表聲明 指責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威脅自由 並違反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 但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 如果美方堅決干涉中國內政 對香港實施制裁的話 中方就會採取一切必要的反制措施 即是中美在國力 在打香港這張牌 如果美國出招的話 中國也會反制 港區國安法的問題 即是中國的港區國安法 港區國安法的問題正演變成為國際的政治風波 中國就需要和美國周旋下去了 我自己的取態也是 其實現在大家要觀望這件事情 以前貿易戰 其實香港已經是被央及辭遇的了 貿易上的問題 大家知道香港也不是這麼多貿易 不過今次已經打到香港牌 所以戰場搬來香港 這個戰場搬來香港 其實是《環球時報》所說的 即是香港的保衛戰已經打響 《環球時報》所說 還有很多相關的報導 有些說到 白宮經濟顧問庫德諾說 華府在處理貿易和金融事務上 可能需要將香港對待成為 好像中國其中一個城市 即是說香港 即是香港沒有了特殊地位 沒有了關稅的優惠 或者金融戰上高會怎樣搞 因為香港最怕就是金融戰 其實就不是貿易問題 金融可能會影響很多美國的公司 美國的公司又怎樣自處呢 究竟是 事態的發展會怎樣 我覺得大家都要一直看著 有些人說 沒有事的 美國很多公司在 他一定會受損 所以不敢打這個牌 那固然是一個道理 但是似乎 可能很樂觀了 一方面就說 一定美國就會蠢除出擊 不理會 又是單方面偏擊 我自己覺得 大家觀望 如果你不是太有信心 就不要遲貨 六月可能都要觀望 觀望再觀望 等等 可能有機會再偏遠一點 當然 就是阿爺的資金在頂住 說回市 恆生指數 剛才說過 如果不想237、238 都還是偏遠 受制住 國安法的下跌裂口 如果偏遠 就是看著這個 就是早兩日 5月25日 22500區 這個低位是22519 如果跌穿了 一浪低於一浪 那就有機會 就會下市 3月19日低位 那就是21,100區 所以 要一級級看著 國企指數 剛才說的 好少少 其實有少少倒升 因為內地資金流入 頂住很多中資股 今天內地其實都有一些消息 都可以說是利好的 昨天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到 就不會搞大水萬貫 但是都會放水養魚 放水養魚的意思 就是 會有水 雖然不多 但是都有的 結果今天 再放三千億 回購三千億 淨頭放了三千億 全州來看 其實那個放水 都算是多的 不過 全州放了多少 就是六千七百億 六千七百億人民幣 不過 為什麼要有不過呢 講到明 不會大水萬貫 大家不要看著 六千七百億這個水 很厲害 之後陸續有來 心中有數 其實總理已經說了 會有水 放水養魚 但是不搞大水萬貫 所以市場 就不像外面那些 外面那些市場 就是不停地放水 好像美國那樣 美國聯儲局無限QE 國會通過了幾個刺激方案 現在運用又有一個新的 據說有接近三萬億美元 三萬億美元的一個刺激方案 歐洲那裏 本身說發行五千億歐元 共同債去抗疫 現在又加碼 加多二千五百億歐元 總共七千五百億歐元 接近一萬億美元 日本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刺激預算案 最佳預算案 總共規模去到二百一十七萬億日元 這兩個二百一十七萬億日元 等於日本GDP的40% 他們是這樣放水化的 所以那些額面的股市比較好 內地的股市 因為放水的速度 都是相對溫和 沒有那麼強勁 所以港股本身就不會很水浸 再加上政治事件影響 只能夠偏遠的格局 五月份已經是 剛才說過跌了一千六百八十二點 六月份恐防會繼續更加絕的 因為中美之間的爭壓未平息 有沒有一些股市是特別好或者特別差的呢 先說特別好的 今天美團點評升至七個百分比 全日最高位收 這個可能和MNCI換馬有關 亦都是和市金不斷追進去有關 我自己覺得如果追到這樣 我就保留一點 因為整體整個氣氛不是很好 戰爭所指的位置就是主要支持位置 這個位置是116.1 116 你說回到120元邊 現在來看是很難的 整個140多元 跌了兩成 但是去到這個位置就不追了 希望大市也好 什麼也好 可能觸發一些回吐的時候 才考慮一下120元左右 或者你起碼都要到130之下才考慮 最比較差的股金就是吉利 因為配股跌了近一成 最後收到的時候跌9.56% 跌穿上升軌 這隻就麻煩一點 現在官網 如果持有的都只能夠官網 沒有持有的當然不要理它 你說駁回反彈 上去收補這個裂口行不行 都行的 不過這些一成的 你駁這些一成 不如就找一些比較有利的股份 例如什麼 例如鋼交鎖 鋼交鎖其實 因為大家知道很多中概股回歸 如果它回回來也是 就是說你在這個大概260元的水平 駁得過 這些駁就比較穩妥 是吧 中概股回歸會有利的 現在中美打大仗的時候 已經很多股份回來 可能對它有利一點 但是記住 這些都是短炒 為什麼呢 因為中美可能打金融戰的話 雖然開始現在可能有利 但是最後會不會出一些招 又令到香港的金融市場受到影響呢 這個大家都是要留心的 好了 比較差的股要避開 即是本地股份 以及一些金融股份 因為這些都很容易受到美國 中美貿易戰 或者中美大戰的影響 例如這個匯豐 今天跌3% 又好像想穿底下跌 恆生銀行 今天再穿底下跌3% 這些真的要避開 總結而言 整體來看 港股5月跌了 1682點已經是窮的了 受到中美關係影響 恐防6月就會絕 就算不絕 現在大家沒有需要以身去搏 信心不行 官網為上 我自己看 都是向下的機會 仍然有 如果跌穿225%的話 我怕它會再試回3月的低位 大家暫時保守一點 好了 在這裏跟大家說聲 就是下兩個星期 我家的私事就要放假的 兩個星期之後 再跟大家分析 今天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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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